上星期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 以健康不佳为理由递出了辞呈 因为他是马总统的重要幕僚 又被指控与张显耀案有关 今天晚上他赶在明天交接之前 与媒体记者查询 现场的情形我们连线记者萧炳仪 好 主播观众呢 这个国安会的前秘书长金普聪 今天晚上呢是跟媒体参讯 那么这个媒体提问呢 是问到呢关心这个张显耀的限量 那个昨天呢是检方是不起诉处分 那么昨天中午12点多的时候 这个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也请辞 不过现在目前呢 这个马总统是还没有核准的 那么在刚刚的时候呢 因为昨天王玉琪就有提到说 这个张显耀涉及到这个国安问题 这个部分呢其实金普聪也是知情的 那么这个部分呢金普聪怎么回应 我们来听看看 我想王主委的说法是非常一致的 这也不是一个新的说法 因为他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 他是有来听到了一些这个传闻 他有来跟我提及 那我说我去相关的国安团队了解一下 所以过了几天之后 我就跟他说我从我得到的这个国安相关单位 给我的资讯内容以后 我今天刚才也特别提过 就说我用这样的说法 因为我也不适合去谈详细的内容 因为现在能够说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也许就是当我看到那样一个内容 跟所谓的这个监察通讯的资料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觉啊 资讯要恐怕真的是有问题 所以我给王玉琦主委的回答 也是这样 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 什么样一个方式 那他就建议是不是能够 他请要可能涉及到这个现场 那他看过这个资料之后 也认为是有问题的 因此呢 才会这个也同意说 将这个张请要调离现职来调查 那么现在呢 明天即将交接 那卸下这个国安会民主长的职务之后呢 他是说之前就说 他是因为个人的健康因素 还有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 不过呢外界会认为说 他是不是因为目前的这个 马政府许多的阁员都一一跳船 一一的离开 那他是不是也是搭上 这一班跳船的这个列车 他是否认 他说因为是个人的因素 身体不太好 有这个遗传性的一个疾病 因此才会请辞 那么对于呢 对于他之前呢 因为名嘴的一些指控 他也告了许多的名嘴 这部分他提到说呢 他认为说呢 这些名嘴或者是 自身媒体人可以评论他的行为 但是呢 他是不容污蔑以及捏造事实 因此呢会捍卫自己的名誉 那么当然是不会撤告 那么下期上是目前所掌握到的 这些情况 时间镜头在交环头内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 秉一告诉我们有关 金普通请辞国安会秘书长 因为外传他涉及张显耀泄密案 那么金普通在刚才对着媒体说 他的说法其实是与王继琪相当的 他的确是有告知王主委 张显耀可能有问题 而他强调他不是跳船 实在是因为健康因素 有家庭的遗传性疾病而请辞的 至于名嘴指他是在斗争 他会提告